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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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再次來到 姚中夷文化館特別節目 一機一鏡 繽紛樂 今天Zooie 會講一個很厲害的題目 光與構圖之間的關係 沒錯 我們講回你之前講過 一兩幅照片 看光的角度 這幅印尼的照片好嗎 光對於攝影其實是很重要的 除了講ISO 或者講Shutter 或者講光圈 最主要構成攝影 一張照片之外 光的質感也很影響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攝影是一種 religion 但是我們要崇拜的是光 沒錯 因為不同的光 不同角度的光 不同質地的光 是很影響你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例如在一個沙灘 剛剛正午十二點 然後一個太陽正正地拍出來 其實你的光已經是很不同 變成很硬的光 出來的感覺就是這裡的陰影都在這裡 而且如果是我在場的話 很發光 有荷鳥蛋在這裡 而這個叫光質 有硬光有軟光 其實你怎樣去營造 硬光軟光和不同的角度 就是 雖然我們不可以動太陽 但是你可以去動時間 你可以動你的角度 你可以動你的location 或者你可以在頭頂加些東西令到它軟一點 也可以 所以你不可以說 現在現場的光 這樣就這樣 我沒得改變 其實你是有得改變的 就是你怎樣去改變 所以其實人是Flexible 人是應該有彈性 所以說 這幅是印尼這幅 是的印尼這幅 其實首先 我是避開了在正午時後拍照 因為在正午時後拍照 如果它在戶外的時候 都會很硬 我盡量都會在早上 就是9點至10點半或11點前 都要拍照我 就是可能其中一個session的照片 因為太陽 由東邊升起 你想一下 這樣升起 是的 去到12點 其實在12點之前 都是斜斜的 那最美的角度是45度角 所以就變了光下來45度角 如果當日有雲就更加好 因為雲是一個很好的Soft Soft an alley 是的 所以就變了 其實剛剛我拍照的當日 亦都是有些雲在 雖然差不多是10點多 11點左右 但是光亦都不會硬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如果令你Soft 的時候 你出來的感覺 不會只掛著看它的陰影 嘩 這麼強 還有令到它後面的屋 都不會太強的對比 例如說如果我站在屋的外面 那光很強 是的 那你猜到主體的曝光後面 後面拔了 那你有得救的 就是怎樣 你一不就打光到屋裡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是我旅行攝影 那怎麼辦呢 就是等 你等 不要太強的太陽 我去柬埔寨 就是11點至3點鐘 我就會回酒店睡覺 是的 所以就變成時間的控制 亦都是對你拍出來的效果 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絕對 是的 這裏的光是怎樣的 這裏的光是怎樣的 這裏的光是你見到 其實它是室內的環境 即是它有花園 但其實它有個頂 但是我打了一支燈 是的 但是你見到 所以是見不到天的 這裏是嗎 是的 但是見到後面有天 就是後面是有光影 上面是 是的 我是用了一支燈去拍 但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很喜歡用閃燈這件事 其實有些人用閃燈會拍到 一看就知道是打出來的 是的 其實外國比較推崇的打燈的方式 就是我打了 你都不覺得我打燈 其實一定是這樣 我們整套電影都是打燈做出來的 是的 但沒有人知道整套電影是打出來的 是的 沒錯 假設我們打燈是不應該 不是說不應該 因為很自由的 拍照 我通常會覺得 Anyway 你的風格 我的風格就是 儘量都不想有一個打燈的行跡 是的 我想你們專心看一張照片的主體 更像是打燈的 是的 所以我喜歡打了等於沒有打的 還有這張照片 媽媽和兒子的主體的光 其實是跟後面的背景很相配 是的 所以就是說 你要配合現場的光 才知道你打多強的光 因為你不是要打得很強 令到後面很暗 而是後面的光度 決定你前面要打多光 是的 就是由前景 主體 至到背景 那個光的漸變 你會盡量做出來 是的 沒錯 沒錯 好 這張是什麼 這張就是我幫一個外國設計師去拍的一張照片 然後他就拿去做封面 是 然後其實在這個環境裏面 是沒有用任何打光的技巧 即是沒有用打的輔助光 自然光來的 自然光 但是 它那個area 是用了盡量最多的白色的反光 所以你看到 它嚴長的情況 是的 嚴長的情況就是 你放它在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 周圍都是白色的 所以 它的樣子出來的效果 有少少的陰影 但是很軟的 很軟的 很軟 而且你會看到 它的光是在照片的右邊進來 但是 它的左邊 即是後邊 都是有相應的光出來 而不會說只是一面光 所以其實反光板 都是一個很好的輔助的工具 就是這樣 即是一張牆是可以你的反光板 一張紙也可以是你的反光板 一件白色的衣服 都可以是你的反光板 總之你有什麼就會用什麼 是的 厲害 好了 到這裏 那這裏 其實你看上去 Henryversary那些照片 對 沒錯 其實是幫一批老人家拍的 有打燈的 是的 因為你見到 陽光在那邊 陽光在那邊 其實很多時候 業餘的 或者普通平時 拿手機拍照 你會發現 當你背光的時候 你的主體都會黑曬 是的 所以其實 但是你又想要背光的效果 那你怎樣呢 你要是拿反光板 要不就補光 嗯 但是你通常補光是補眼光 但是我覺得最好是補軟光 什麼補軟光 補軟光 補軟光 即是你打的燈要落了Soft 即是一些Soft Box 遮蓋 遮蓋 是的 那你出來的效果就會再油化些 那你就見到其實 我自己打燈很喜歡45度角這樣下去 那出來的效果呢 就是鼻子的陰影都會漂亮一點的 是的 因為如果光是正面打下去 就會很flag flag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你見不到人的鼻子有多高 是的 而且這裏呢 那位先生 譬如那隻左手一點 高一點的光源 所以它有影打放在身上 是的 那這裏有立體感 是的 立體感就是靠光去營造 是的 沒錯 那這裏呢 那這裏就是一個婚禮的聖誕 和他們一起拍照 那你見到它的光 我是用自然光的 但是就變成了 你一個老公和一個老婆 首先你要想 究竟如果光是不能去控制了 你控制好時間了 但是你總會 因為太陽總會有一個角度 例如它是在左邊或者右邊 那究竟我這次拍這個人 哪個才是最重要呢 那一個婚禮最重要的 那當然是老婆 那所以就變成 在這裏我考慮的就是 老婆是要用最漂亮的角度 所以光在照片裏 是左上角 是的 所以你的太太站右 然後就看過去 那些光光都下來了 是的 老公就犧牲他 看他 他是配角 是的 所以當你在沒有任何 例如說我沒有一個大軟件 我沒有任何助手 我只是一個人去拍照的時候 那除了時間你能夠控制 你控制好位置 有些東西控制不了 那你就要想一下 哪一樣才是我最重要的東西 是的 放在哪 是的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了 好 回到這幅 其實你 在 入到一個室內的場館裏面 當去拍照 光不能控制 因為你不會用閃燈或閃渠 你就要想 究竟我的ISO 以及光圈 以及快門 怎樣去配合 例如說這張照片 其實我ISO要推得很高 是 因為它是比較黑 下降低頭 是的 下降低頭 還有其實它後面的 你看到背景上面 都比較多黑的 是 所以變成 你就要用更慢的快門 或者更高的ISO 或者更大的光圈 去達成你想要的光度 一 就是我想要的光度 就是要 裡面那個男士 是要出來的 是 但你看到它其實這樣 被抱著兩個人 它的光是會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一兩個人會擋了光 是的 所以我用了 差不多 2000的ISO 你要想一下 究竟我的照片 ISO重要一些 快門重要一些 還是光圈重要一些 那你就要去想 首先 在這張照片裡面 光圈都很重要 快門不重要 但是你都不可以手震 是 當然 是吧 但起碼不用快 是 起碼不用快 起碼我80分一秒 60分一秒 我也怕我手震 因為我要保持相機 是不是 還有當時我用了85 所以變成 我怕我會手震 就是說我一定要 最慢的快門 已經是81分一秒 是 然後我想要最大的光圈 所以最後我一定要 拉到ISO去起床 就是我已經確定了這件事 就要靠ISO去幫我 達到我想要正確的曝光效果 對 所以為什麼ISO 光圈和快門 其實是控制 一張照片的光效果 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因為你一定要打往後面 對 光圈開到那個 對 對 最後剩下ISO的元素 對 例如說如果我拍一張 不是這一種照片 我是一張group photo 合照 其實變成我 第一件事要考量的是什麼呢 就是快門和光圈 因為光圈一定要小 對 對 跟這個相反 對 很多人都問 究竟我拍一張照片 究竟我光圈和快門 和ISO怎樣怎樣怎樣 首先就是你很多東西 你想要拍的東西 已經是反映了你需要的 比如你需要的景深是什麼 對 你決定了這個光圈 對 所以其實這個優點 已經令到你知道 究竟哪些是先 哪些是先 哪些是後 那之後那些就要調整 對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去到你的神奇 哇 玩具 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pint hole 針孔相機 針孔相機 首先它不是Digital 它不是Digital 它不是Digital 它是 應該不說 針孔攝影 其實是有鏡頭的 可以按在 按在哪裏 按在數碼相機都可以 按在數碼相機 其實它真是很簡單 它是一個銅片 刺了個洞 噢 在這裏 打開個洞 打開個洞 然後就在拍攝 對 你拍完就關上它 那你開關就是快門速度的所為 對 所以就變成 這一個就是最原始的攝影 即是不用鏡頭 不用鏡頭 只剪個洞 只剪個洞 還有一個洞 即是最Original Original 最早期的相機就是這樣 500年前的相機 即是最早期 其實是一間屋裏面 全部封死了 沒有光 然後在門口 製造一個洞 將外面的景象 放在頭上屋裏面 就是最原始的攝影 有傳聞達文西 一開始 500多年前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畫 是的 它打在牆上 原來是很畫的 所以就變成攝影和繪畫 是不可分割的 因為繪畫就是攝影的始祖 因為當初攝影的來源 其實是由畫畫 是由畫家用一塊玻璃 然後對著 放在它的人像前面 然後對著玻璃就畫 畫完之後再放在紙裏面 這樣 是的 那這個針孔攝錄機 對 它有什麼吸引 因為它 第一 它出來的效果 一定是慢快門的 即是它 即是它快極 也要一秒 即是你這樣 再刪開 也要一秒 所以就變成它出來的效果 是一些很慢 很慢快門出來的照片 OK 我們試一下看看 好啊 好啊 其實你看到 因為我這部相機 出來的效果是正方形的 所以我用了一二零菲林出來的效果 就會看到 其實用這個相機 是好好訓練構圖 還有顏色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是 因為它令到你知道 它究竟這張照片 怎樣去擺位 是 一個正方形 全部都是很正宗的 你怎樣去擺不同的位置 令到你想要的 它的效果出來是怎樣 是 例如說這張照片 其實是用了差不多 一分鐘的曝光 其實很慢很慢的快門 但出來你看到它的顏色 還有很軟的 是 所以就變成 跟普通的相機已經是很不同的 你用普通的手機或者相機 都很難拍照這個效果 那除非你是真的用很慢的快門去拍照 但是就 菲林的質感和數碼都有點不同 它們的火力粗一些 還有 contrast 會強一些 顏色的立體感都會高一些 是的 沒錯 這個系列全部都是你的針孔 是的 這個系列全部都是針孔的相片 那你就放在地上嗎 是的 放在地上 然後就應該曝光了差不多三分鐘 這條馬路來的 這條馬路來的 中環 你不怕撞到你 我放在行人那邊的 然後它的好處是 它很輕 是 還有它又不貴 所以被車爛了 就算它有什麼損傷 你都不會很心痛 但是你看到其實它的光 為什麼光是這麼重要呢 你看到就算我放在地上 是 車的士 即是不同的私家車 巴士 它經過的 它們的駕駛燈 就是紅色的 或者它們的車油燈 都會經過的時候 留下了它的軌跡 是 它們好像一些叫引領線 是 是 整張照片 你的眼睛就會慢慢帶到中間的位置 這個立體感就反映了 沒錯 沒錯 嘩 這是什麼 這張照片 其實大家都可以拍到的 只不過是在尖峰站裡面的平的電梯 我放在部機裡 就在尾部開始放 然後去到 完了 就拿回部機 就是拍完 即是各那些扶手電梯 是的 平的扶手電梯 放在一級 是的 讓它在那邊走 沒錯 那它走的時候 上面的光管就這樣過了 這樣過過過過過 這個設計很重要 那下面因為你拍著那一級 所以那一級就不動 那一級是不動的 而這張照片為什麼一定要說呢 就是因為其實 在設計上很重要的是 就是點線面 是啊 點就形成線 線就形成面 那這一張照片就是 很多條線形成面 你見到上面的光管就是 一條條線 很多條線變成一個面 嗯 神機 也是一個perspective 是的 嘩 這個創作力可以很高 很高的 是的 那這個就是在一個巴士裡面 我就把這部機很輕 就黏住了 用Butex這樣黏住了 在一個位置裡 那它整程車就是這樣 是的 多久啊 大概15分鐘左右 OK 然後你見到其實它車裡面的景象 其實是沒有動的 但是外面就不知道 哇 很多的線 其實是因為是光的線 那你見到有些東西 有些影像 你看到它的W字 是 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停了車 對 停了車 所以那些影像 所以光不停地搭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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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很漂亮很漂亮的 那種顏色不是一種 譬如它紅色它變成 綠色又變成 是啊 沒錯 它不是單純 因為是死落 不是它完全是有暗到光 有淺到深 即是扭在一邊 是的 沒錯 沒錯 那這一張其實是重疊曝光來的 是的 因為其實你一個菲林 我只要在這個位置圓 在另一個位置圓 其實它就變成雙重曝光了 你先擺在地上 是的 拍了一些東西 然後第二個影像 是關於什麼 你同一回答 其實都是在地鐵裏面 即是在港鐵裏面 那我兩張照片 都有一個共同的點 是我都是擺在地上 所以擺在地上 你下面的景象就變成 原來會一樣的 而且上面 因為上面的光不同 你會變得好像很中環交錯 所以就變成了 是一個很有趣的景象 其實光你都可以靠重疊 來去玩不同的東西 是的 很開心 是的 那這一張也是 其實我很喜歡用編號去拍自然環境 因為其實大自然的顏色 你是想不到它給了什麼顏色 其實你就這樣看 它只不過是 在肉眼看它可能是一個普通的藍色 但是原來你用周梆攝影機拍出來 它出來的效果是由黃到藍到深色到黑色 你會很有那種 magical的感覺 那個顏色變化是很迷人的 是的 所以我早期很喜歡用編號去拍照 到處走 自己一個 那當然生了個女兒之後 沒有什麼的感覺 因為照顧它太忙 但是編號是學習攝影 是一個很好的相機來的 是的 沒錯 沒錯 這個很神奇 你真的跟它一樣神奇的女學 但是其實當你懂得怎樣去用光的時候 就代表你懂得很快去轉換不同的模式去拍照 就不只是用P-Mod 有什麼可以買的 你的針孔 有的 但是它是上網買的 所以就變成比較難些 不過其實你可以買一些叫針孔鏡頭 針孔鏡頭 No-Mod的也有的 其實你用那些去訓練自己拍針孔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拍針孔就是訓練你的快門 很快 因為其實如果你開了太久 那整天照片會爆光 不需要你實驗一下曝光多久 連快門 其實針孔相機是連快門最好的渠道 就是這樣 我們非常感謝Zoey 分享她們的眼光對顏色 那種欣賞 很專業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PoGram 麻煩你訂閱和讚好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